你是个冲事 又不是因为当初生命 你妈妈也不会 周易如今就要奔三了 却还在家里无所事事当着啃老族 妈妈去世的早 爸爸呢实在是担心儿子的未来 于是拉着他一通说教 你就又这样在家里闲了一天 你也是快奔三十的人了 整天待在家里游手好闲 你不害臊啊 怎么就不知道出去找份工作 你妈辛辛苦苦 我怀胎十月把你生起来 他要知道你至今一无是处 一事无成 你说他会有多心痛 我又没求他生我 闭嘴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两人说着说着竟动起手来 原来啊周易的妈妈是因为难产去世的 因为这事儿 爸爸的心里呢一直对周易有芥蒂 总之啊父子俩的关系十分紧张 羞愤之余周易放了一句狠话就离开了家 老子一定会有用的 一出门就遇见了青梅竹马的朋友琪琪 周易对琪琪呢颇有好感 没想到琪琪竟然要结婚了 而且还怀了孕 琪琪拉着男票在周易面前秀了一番恩爱 并邀请他去参加婚礼 可是周易没有钱包红包 所以他很不给面子的拒绝了琪琪 失忆的周易在天桥又遇见了几个混混 被混混狠狠揍了一顿之后 他只得灰溜溜的回了家 回家之后爸爸还讽刺了他一顿 这让原本就伤心的周易更加羞愧了 于是呢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在网上查询自杀信息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论坛 上面呢有很多关于自杀的信息 他和管理员约好第二天在公园见面 第二天呢周易在公园见到了管理员小姐姐 看人家小姐姐长得好看 周易想死的心似乎有些动摇了 他向小姐姐倾诉自己的苦恼 小姐姐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就是说你不是想死 你只是不想活而已 于是呢为他提出了一个办法 如果他不想继续活下去 可以通过人生银行 把自己的生命换给那些 注定会因为意外死亡的人 就跟捐献器官差不多一个意思 而交换者双方还必须认识 但是周易这个人呢实在没有什么朋友 要不然呢他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为了找到需要他这条命的人 周易去到疗养院做护工 一段时间后 周易竟然收到了来自一个老人的橘子 原来呀老人很感谢周易对自己的照顾 听着老人的话 周易似乎感受到了一些安慰 吃着橘子的周易心底开了花 似乎他的存在也不是那么没有价值嘛 他的心态开始产生了改变 不过很快管理员小姐姐再次出现了 小姐姐询问他有没有找到可以交换的人 但周易没有给出答案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一声呼喊 原来周易的青梅竹马琪琪出了意外 如果宝大琪琪呢就会流产 宝小的话琪琪就可能难产 为了让琪琪和他家里人能够幸福 周易选择将自己的命和琪琪交换 无奈之下小姐姐答应了 做完交换仪式之后小姐姐就消失了 之后一辆货车就撞向了周易 可是没想到周易竟然没死 死的却是他老爸 他老爸突然就因为心脏衰竭死亡了 这个意外打得周易措手不及 但因为对老爸的怨恨 周易也没感觉到多悲伤 他向人生银行的小姐姐询问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 而是他老爸 小姐姐说他老爸也去登记了人生银行 他的生命就是他爸爸换给他的 原来呀 爸爸在周易刚出生的时候 就因为妻子难产 而产生自杀的念头 但就在他准备自杀的时候 儿子的哭声又让他停下了动作 看着儿子这么可怜 他实在很不下心扔下儿子 所以呢 才将自己的生命换了周易 并让小姐姐带了一封信给周易 周易 对不起 一直以来 我都对你发泄着我的情绪 我很想让你在天堂的妈妈 看到你能有出息 不过 那只是我个人自私的想法 一切好像都是于愿违 真的很抱歉 儿子 希望今后 你不要再以我的看法 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看完信之后啊 周易想起老爸对自己的嘲讽和教训 他这才明白 责之甚 爱之切 他终于为老爸的死 而痛哭流涕 最后呢 他取消了人生银行的合约 因为他想好好地活下去 用老爸给自己的命 去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 小姐姐答应了他的请求 然后再次消失了 而周易继续在疗养院 帮忙照顾老人 他每天积极面对生活 和朋友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生活充满了无限希望 这个故事呢 来自不可思议的夏天之 人生银行 由爱情公寓中的 关古王传军主演 说起王传军这个人物呀 就不得不提他另一个代表作 那就是在刚刚结束了的 金鸡奖中 和流浪地球进行角逐的 我不是要神 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父母对子女的爱 有各种方式 往往是爱之深 责之切 所以呢 孩子和家长都要学会 好好沟通 不要让关心 成为误解的源头 而我们每个人也要学会 珍惜生命 因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还有人在乎着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